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HIGH ENDY 区立报 又是我昌王 今集的视频不是只介绍NPS 248 线材的评测 今次我想搞个团购 因为我已经跟NPS那边讨论了团购大家 而价钱真的蠢蠢 就像肥仔所说 大家不用去淘宝 不用去深水埗 只看着HIGH ENDY 就可以了 因为价钱比淘宝 起码便宜三成有多 如果大家对这条线 NPS的SG P248 有兴趣的话 千万不要走开 今次这个视频讲过NPS 这品牌在HIGH ENDY 土耳区已经有很多粉丝 不过他们最近推出了一只 现在桌面的SG P248 这一只的接线 在介绍今次的主角SG P248 这条接线之前 因为NPS这个品牌 我也是第一次在YouTube介绍 所以我初步也要介绍一下公司的背景 这家公司在1974年 已经在台湾前身 叫做白宫乐器 这家公司主要是销售一些真实的真实乐器 或者配件做生意 不过他们在2000年 因为他们在74年开始 就累积了20多年的经验 在2000年的时候 正式成立了NPS 这个品牌 即是由白宫乐器 就转了做NPS 这个品牌 而他开头 转了做NPS 这个品牌的时候 在台湾主要是帮欧美 一些大的线材厂 去做一些OEM的产品 接着在2012年 NPS就更加进军大陆 在中国的番茹 就设立了分公司 主要是负责全中国的NPS 推销、销售、售后服务等 初步介绍完NPS 这一家台湾公司之后 我们就进入正题 介绍今次的主角 SGP248 这个型号最大的卖点 就是它的线芯 用了两支6N单晶方心筒 再加一支6N的杜银方心筒 大家可以看看这幅图 除了线芯之外 它会用到空气避震管 棉纱、棉纸、无氧铜扑 无氧铜网、PVC外皮 接着另外它的线芯 用了一个高密度的编织网 这些全部加在一起 大家以为它的价钱一定会很贵 但待会我最后才讨论它的价钱有多吸引 初步介绍完NPS 它所有的卖点 不过 材料就真的用逐了 但也是那句 玩Hifi的东西 听声收货 所以我今次录了两段音乐 一段是用Gotham的平衡线 另一段是用SGP248的平衡线 即现在放在桌面这一段 我录了两段歌给大家听 大家听听看分别有多大 好吗 我放发心心触摸到声 啊 偶然遇见 无畏带旅风中呼 无空浓情 下火尖灯 剑脱的色狗 谁人明白你 心境寂寞 眼眼 我也说过休息放弃吧 难解你别离 仍得亦利 好,大家聽完歌回來了 先開始介紹剛才的器材 剛才的器材我用了The Raptor Music Server Lagra的HDP和HD Power 推YG的Vantage 剛才我把這對接線接駁在The Raptor 比Lagra的HDP 因為那部分會有大反應 所以插在那個位置 大家聽到的分別 如果我在現場聽的分別 現場聽的分別很大 首先這條線 在我未煲透的時候 剛才插進去 我聽到中低頻很吸引 因為它的量感 是比一條Gottam實在 而且它的彈力很足夠 另一件事就是中頻 中頻感染力很高 但當時這條線是未煲透的關係 我嫌許高頻不夠開揚 這就是我剛才拿回來的時候 一插進去的感覺 但經過我煲了幾天之後 它的高頻開始出來了 它不僅只有中低 它全頻的反應和平衡 這條線是做得十分之好 當然 以它的賣價來說 我覺得是絕對吸引的 你說它的表現又這麼好 其實它賣多少錢 其實現在在淘寶 我以它1.5mm來計算 它是賣2,000多元 我們不如看看整個表 大家現在看到圖表 其實RCA和平衡線 其實它的價錢只欠50元 而在團購價來說 大家其實現在都可以回到淘寶 它們本身以1.5mm來計算 它的RCA是賣3,400元 而今次的團購價是港幣 記住 3,400元是人民幣 而今次的團購價是港幣的1,700元 如果是平衡線的話 就加多50元 所以今次我覺得是超級抵玩的 說真的 以這條線 這樣的造工 大家看到剛才它內部的結構 它的接頭 所有所有的東西 加在一起 都只不過是1,700元港幣 這個我覺得是十分之超值 而是值得推介給大家去玩的 當然這個團購價 其實我們只是做兩個星期 這兩個星期完結 我就沒有辦法了 大家如果要買的話 就要去淘寶買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打這個電話給我訂購 好嗎? 今次的介紹是否很划算? 記得介紹給你的朋友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按LIKE給我 不要太鼓寒 今集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